美国总统川普堪称麻烦制造机 大批抗议群众永远如影随形 川普即将跟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芬兰举行上任以来首度单独高峰会 各路人马齐聚赫尔辛基摩拳擦掌 主轴是反和汉人权 但也有少数粉丝力挺川普 同样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普丁 这回也抢占不少焦点 双普合体让示威更加激昂 不按常理出牌的川普 遇上老谋深算的普丁 高峰会充满变数 川普倒是很乐观 而川普之前出访英国 失礼举动不深美举 当地媒体甚至用地狱来的访问形容 据传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都不愿意会见川普 所以才出现女王孤玲玲一个人 出面应付川普的罕见场面 而川普表示将跟普丁谈到乌克兰 叙利亚中东和核武等敏感议题 但不预期会有戏剧化的突破 记者周团超王清玉报道